刚刚完成的V的函数 可以特别注意 如果假设你对V的函数不太熟悉的话 请各位多花一点时间了解它 因为这个函数非常重要 也就是你如果不会V的函数 你不要说你会用Excel OK 大概这个意思 因为工作上很常会用到这个函数 OK 你如果问你的 假设你在职场上工作的 你的哥哥姐姐或者你的爸爸妈妈 他一定每天我都要用这个函数 OK 但是他们会不会真的很会用 其实倒也不一定 因为很多东西 他也许只会基本的 但是为什么这样用 他有时候说不出所以然 OK 那可是这个当然已经够快了 只是说 当然我们在使用工具上面 能快当然也要更快 也就是说 如果说这边有栏位数这么多 因为有时候你会处理大量的资料的时候 Big Data就这样来的 也就是人工无法处理资料量 当然就要想办法提升它的效率 所以后面 如果你要年龄的话怎么做 那当然一样插入函数 如果用刚刚的方法 你就变成说还要再一个Vero函数 那查什么呢 如果查前面这个年龄部分 你去哪边查 去清单里面的年龄查 有没有 年龄在哪里 12到14 记得呢 2跟5 前面一定要再加钱的符号 有没有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的话 向下填满 这个清单会跑掉 那一样找第二栏 因为比对是比第一栏 把第二栏带回来 所以把第二栏带回来输入2 那要不要找接近的 不要输入0 OK 所以后面东西都一样 那当然了 如果你回到这里 已经算是 已经至少要向前推一步了 你会Vero函数 可是它不够快 当然了 我的想法是这样了 我是希望能够 一次就全部完成 就一次全部完成 所以最好是什么 甚至是后面我们可以写VBA 然后按个按钮 自动全会完成 那是最好的理想 OK 只是说这个有目标了 也就是说将来 你们在学习这个工具的时候 如果可以的话 就想办法 让它加快一点 再按确定 然后向下填满 那栏宽部主怎么办呢 快速点旁边这些 点两下 它就自动调整栏宽了 好 那问题来了 现在只有缓慢的 就做了一个栏位 如果要加快速度的话 你各位注意一下 第二个的话呢 你可能要学会 第二个东西 所谓的定义名称 那什么叫定义名称 好像前面我们 在什么呢 在上个礼拜的那个 这个影片 那个乐透彩里面有讲到定义名称 好像还有其他地方吧 那所谓的定义名称就是说 刚刚的这个清单 有没有 这个table array 我们是直接是切换到哪里呢 切换到哪一个工作表 金探号有没有看到 金探号前面是指哪一个工作表 有没有工作表名称 再加上它的范围 那因为呢 这个范围 向下填满 它的列会加一 OK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在 有没有 二跟三的前面加前的符号 但是呢 如果说我用定义名称的话 将来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第一个 我这边只要给那个名称 那个范围的名称 就可以 第二个的话呢 也不需要锁定 只是说呢 你需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做什么 做那个定义名称的动作 所以第二个 我们会需要做定义名称 那怎么会定义名称 很简单 我先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A2 跟B3这个范围 叫做性别的话 那我可以先把 A1里面的性别 两个字Ctrl C 然后呢 选取A2到B3 再到它上方 有没有 上方有个叫名称方块 就是在左上角这边 这个叫名称方块 你就把它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的话 把刚刚性别两个字贴上 贴上之后 记得按Enter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已经产生了一个名称 叫做性别 那以后那个名称呢 就代表那个范围了 OK 所以哦 那连你也这样 所以我们再一次 Ctrl C 然后这个底下的范围 选起来 然后呢 请你再到 左上角名称方块点一下 然后把它贴上 这个范围呢 就叫做年龄了 好 一样啊 这个底下这么多 总共应该有 14个范围 所以请各位 等一下一样 Ctrl C 有没有 然后选就选下面 不要选到那个 上面栏位名称 然后再到这边 等一下 把它贴上 这个就可以了 好 那我先做三个好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底下后面 请各位自己完成 反正有14个 自己再完成 那做完之后的东西 我怎么知道 是否正确 接下来呢 所以第一个 如何定义名称 刚刚做了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如何知道说呢 定义好的名称 是不是成功或失败 或者是否做错 或者我要修改 或者删除的话 那怎么做 接下来的话 请各位务必要知道 有个功能 叫公式 里面有个叫名称管理员 OK 这个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实际上呢 就是记录 就是说呢 我刚刚 认好的这个性别 年龄 教育程度 有没有 通通都会放在这边 也就是说 它里面记录就是 名称 对应的范围 OK 所以你会点选 这个名称管理员 然后你可以看到 比如第一个性别 那你会发现 上面就是它的名称 下面就是它参照到的范围 所以你只要点选 下面这个范围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 它会用虚线的方式表示 是不是这个范围 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之前还蛮多同学 做太快了 常常做错 所以查询猪海的结果 奇怪 老师怎么会 怎么错误呢 因为你范围定义错误 那怎么办 你就检查看看 是不是你选错了 这好像同学是选 没有选到正确的范围 所以你就可以从这边去检查 那如果错误怎么修改呢 没关系 你就选完之后 再重新怎么样 打勾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要重新选 重新选 选一下 打个勾就可以了 它就重新给你一个范围 那如果你做错 也可以删除 也可以编辑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顺便讲一下 那待会的话 总共后面都一样 这个叫职业 这个叫月收入 然后多久买一次杂志 有没有订阅杂志 有没有订阅杂志 OK 诸如此类 然后的话 我们就切到这边来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要怎么去使用那个刚刚定义好的名称 特别注意哦 定义好的名称 使用的方法 一 你先把刚刚的性别的公式 游标放在月档数上面 按一下fx 那按一下fx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是希望重新编辑这个公式 那其中的话呢 需要编辑的 主要就是针对table array 这个table array的话呢 我们已经把刚刚的这个范围 意义叫做性别 所以这边的话 你游标放在table array上面 按delete 接下来的话 你两个方法 一个是直接打性别两个字 就OK了 或者第二个方法 我是觉得比较推荐 你按f3 f3的话 f3 那如果你们是用笔电的话 可能要加方悬键 f3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呢 它就跳出什么 有没有一个清单 我们刚刚加了 你可以找到性别 然后把它点两下 然后按确定 OK 那你会发现哦 这个地方 它实际上呢 就用性别 来代替刚刚的范围 它指的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OK 所以其实用信用那个什么 定义名称 来此一个范围 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还蛮重要 而且还蛮好用的啦 OK 为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 第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直接用名称就可以了 第二个好处就是说 你就不用去管说 这个范围 是不是要加钱的符号了 所以钱的符号这个 就不需要去管它了 也不用锁了 OK 好 按确定就可以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假设啦 好像有同学问我说 老师我按f3 它没理我的话 你可能要方弦键 加f3 好像有 不然的话 如果实在没出来 没关系 你自己打 性别两个字也可以 反正的话 这个 按f3好处就是 你可以省打两个字 但是如果实在f3出来的话 那没关系 你可以自己打 性别两个字 这样也OK 另外的话 你可能要再检查一下 右边看到的东西 是不是一个大瓜糊 开头大瓜糊 如果你看到东西 不一样的话 那可能就是 你定义的名称有出错 那你可能要检查一下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把它做一个 变更之后 按确定 那你可以看到结果啦 按确定之后的话 结果跟刚刚也会是一模 向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 结果也会一样耶 当然一样啦 主要原因是 差别只有在这个 这个性别这个清单而已 OK 然后年龄的话呢 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刚刚那个年龄部分 这边也是一样 把它delete掉 然后按F3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把它改成年龄 好 有没有 这边看一下 是不是大瓜糊 第一个是B2 然后对应到这个年龄 B3 对应到这个 4的话按确定 好 那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又向前迈进一步了 所以 V2函数 将来我是建议 如果说呢 你要查询的那个表格 是在另外工作表的一个范围的话 那我建议 你可以用定义名称 为什么呢 因为定义名称好处就是说 以后的话 你就直接可以按F3呢 可以把这个名称给调用过来 另外的话公式也比较简短了 再来你也不用管说 要不要加那个钱的符号的问题发生了 OK 所以第二个重点就是定义名称 可是你想说 老师 那问题是现在好像还没比较快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那个 我们刚刚的动作加快 其实 定义名称之后的话 后面还要用到一个函数叫 INDIRECT 那你会发现 这地方为什么用INDIRECT 可以完成 主要原因 因为我刚好看到 有一个地方 其实是可以 它会做一个动作的 什么动作 因为在所有的一列上面 这个性别 有没有发现 这个性别 跟这个性别的名称一样 所以如果我今天 直接取用这个名称 放在这边 你会发现年龄也是一样 它上面的栏位名称 刚好可以把它放到 Table array里面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直接可以 直接向右拉 向下拉 直接就指向上面 我的名称在上面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快速的把所有的公式 就快速完成 我就可以不用做那么多事情 不过前提是还是要定义名称 定义好名称之后就OK了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样 刚好可以指向它 它就可以自动帮我把结果给抓过来 你会发现 如果说 假如我刚刚这个地方 我不要用性别 我就指向哪里 指向这里 它这个过来的话 它是性别 可是问题来了 后面是空的 因为你指向它 它过来的东西 其实就性别两个字 性别两个字 它不会发生任何效用 它不会说 我今天性别两个字 自动转换成那个范围 不行 所以如果你要把那个性别两个字 转换之后变成那一个范围的话 那你就需要用到一个函数 叫INDIRECT 那至于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先试着把定义名称先完成 我们待会再来看 如何利用INDIRECT 把这个名称 转换一个 那个范围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我刚刚重点了 这个选举范围 然后定义名称 选举范围 可以先什么 先把这个名称先Ctrl C 如果已经有的话 然后把下面这个范围 选起来 然后贴到这个名称方块 按Enter 又有一个职业了 所以这个地方只要不要做错了 后面应该还蛮快的 这Ctrl C 然后这个把它选起来 这个Ctrl V 按Enter OK 那请各位试着先把那个 定义名称先完成好了